欢迎继续收听由苍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斗魄苍穹》第六百六十回 气氛凝重的义士厅的大门突然被缓缓的推开 旋即两道身影徐徐的走近 而大厅中正在谈话的几位长老健壮也连忙起身笑影 哈哈哈哈等你这小子两天的时间了 苏谦望着与众位内院长老拱手相见的萧炎不由得笑的俯着胡须 抱歉了离时有些事情耽搁了 萧炎有些歉意的笑了笑 然后领着小医仙随意的找了个位置坐下 笑望着苏谦说 大长老何时为天坟炼气塔补充心炎呢 只管说一声就可 萧炎竟会竭尽全力 嗯先不急啊 苏谦摆了摆手 缓缓的说道 寻常的补充心炎 顶多能够让天坟炼气塔呀 再坚持个两三年的时间就极为了不得了 但是你这小子日后还要去遥远的中轴 那时候啊 可不能像现在一样说来就来了 所以此次可是得来一个长远的保全之法 文言 萧炎微微点头 若是能够如此的话 他自然是极为乐意的 毕竟他也清楚 日后他不可能真的每隔两三年就来一次内院 到时候若是允落心炎再次失去效果 谁又来补充呢 萧炎皱了皱眉头问道 那 大长老可有什么办法吗 办法倒是有 不过 就是要让你劳累一番了 苏谦的手指在纳界上弹了弹 一尊宛如使用透明玻璃所制的奇怪造型之物 出现在了桌面之上 他指着这空心水晶之物笑道 这东西啊 是嘉南学院的一位首歌长老所创 他将之称之为 聚火炉 只要你能够将一丝真正的本源 心炎 注入其中 日后再由人不断的在其中注入斗气 便是能够将之激活 并且源源不断的产生心火 当然 这种心火的效果 自然是比不上当年陨落心炎本体 所创造的那般超强能力 咱也依旧有着一些修炼的增幅作用 不过 分化出一丝本源心炎 将会对你造成不小的伤害啊 怕是要修养一段时间 方才能够康复 毕竟这是本源心炎 而并非由本源火焰制造而出的心火 听完苏谦所说 消炎的目光倒是饶有兴致的打亮了一下这个奇怪的水晶物品 旋即脸色有些古怪 这个东西啊 除了上方有着一个长长的漏斗之外 倒还真没发现有什么地方像一个水湖 真不知道那位首歌长老为何要知命名为湖 消炎收回好笑的目光 脸色却是郑重了许多 对着苏谦拱了拱手说 这允落心炎本就是内院所有 落到消炎手中 已经给内院带来了诸多不便 这点小事自然是义不容赐 哈哈哈哈天地奇物 有缘者得之 我内院将允落心炎封印了那么多年 却未曾有人将之收服 你能得到 是你的缘分和本事 不必有什么愧疚之心 而且若非是你 恐怕内院啊 早就遭遇大劫了 苏谦笑了一声 然后袖袍清辉 一股巧劲将那所谓的巨火壶送予消炎的面前笑道 这东西你先收着 什么时候有空 再弄不迟 反正也不急这么一会儿啊 文言 消炎也不客气 直接将巨火壶收入那些之中 能够一劳永逸的将内院天坟炼气塔的事搞定 他心里头啊 也能卸下一个大包袱 免得日后心中总是记挂打扰自己修炼的心境 这段时间呢 你就带着你的朋友在嘉南学院转转吧 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尽管和我们说 对于黑脚玉之外的强者 我嘉南学院也是相当欢迎啊 将天坟炼气塔的事情搞定 苏谦也是松了一口气 偏头对着硝炎身旁的小一仙笑了笑 那就麻烦大长老了 小一仙迟疑了一下 微笑的点了点头 虽然他生性喜静 不喜欢和人结交 但苏谦和硝炎关系明显极好 因此他倒没有太多的介意 态度上也是好生不少 苏谦扶着胡须笑了笑 对于小一仙 他倒的确有着一些交好之心 如此年轻的斗宗强者 当真是他这么多年首次所见 日后想必前途非凡啊 嘉南学院能有这么一个朋友 也必然不是什么坏事情 虽然他也知道 小一仙对他如此态度 大半都是因为硝炎的缘故 将正事谈妥 意识厅中的气氛 明显松缓了许多 内院的不少老者 都与硝炎是旧事 如今见面 自然是少不了一番客套 而且或许是由于硝炎 那六品炼药师的身份 乃至不少长老 对他都是热络态度 甚至连他自己都有些受不了 炼药师果然是一个极为吃香的职业啊 大厅之中的笑谈 持续了约莫半个小时左右 就在硝炎打算先行告退时 紧闭的房门却是陡然被撞了开来 旋即一脸冷肃的硝力快步的走近 瞧着硝力的脸色 大厅中的众人都是一愣 旋即苏谦微微皱眉 开口问道 怎么了 肖力的目光环顾一圈 然而在硝炎与苏谦两个人身上停下 迟疑了一会儿 方才沉声说道 据我得到的消息 磨炎谷似乎有着不小的动静 好像韩风那个混蛋 真的把地魔老鬼给请出来了 此话一出 大厅中众人脸色皆是陡然的变化 原本气氛轻松的大厅 在肖力的一句话之下 顿时变得紧绷起来 在座的诸位 对于黑角玉皆是极为的熟悉 自然也是清楚 那地魔老鬼是何等棘手的人物 肖炎眼中略过一抹阴沉 缓缓的说道 还真是小瞧了韩风那个家伙了 早知道当日就该把他留下 就算韩风不去通报 怕也迟早会传进地魔老鬼的耳朵里 这个老家伙呀 向来互短 如今摩颜谷三大长老尽数死在你手 他得知后自然会暴怒啊 苏谦摇了摇头 他的脸色也略微的有些凝重 显然那所谓的地魔老鬼也是给予了他不小的压力 哎呀大长老啊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地魔老鬼是有仇必报的性子 定然会迁怒迦南学院 到时候怕又是一场不小的麻烦啊 是啊是啊 摩颜谷和我嘉南学院这些年本就是水火不容 地魔老鬼身为摩颜谷的创始人 必然应该也知道双方的摩擦 可他却并未出面调节过 显然是有心纵容 而且这次再加上方言三人身亡 或许那地魔老鬼真会兴师动众啊 苏谦听了两位长老的话点了点头 苍老的面旁浮现一抹冷笑说道 哼 这个老不死的 真以为院长大人不在 便可小觑我嘉南学院 若他真是想用什么手段 我嘉南学院奉陪便是 我还真不信啊 他敢将我嘉南学院给砸了不成 一名长老颇为唾弃的冷哼道 哼 以前院长大人在的时候啊 这老家伙领着摩颜谷跟缩头乌龟似的 丝毫不敢遭惹我嘉南学院 如今却是趁这种时候来耍威风 真是个卑鄙的家伙 诸位请令 从现在开始 嘉南学院进入戒备状态 小觅啊 你多拍一点地址 探索摩颜谷 一旦有动静 立马向我汇报 既然地魔老鬼不肯善罢甘休 那老夫就告诉他 即便院长大人不在嘉南学院 这里也容不得他来撒野 是 肖立 点了点头 肖门和嘉南学院呢是在同一条船上 若是嘉南学院出了什么问题 对于肖门来说可是没有半点好处的 而且这事的起因 也与他们肖门脱不了干系 地魔老鬼也必然不会放过他们 苏谦的目光转向肖炎二人说 这几日你们也尽量盖在内院中 若是真有什么突发状况 也好照应一二啊 肖炎点了点头 此事完全是由他而起 他自然不会推卸责任 而一旁的小一仙 则是以肖炎马首是瞻 即便那对手是黑角狱中的老牌强者 但真要拼起来 他也不会有丝毫的含糊 恶难毒体 天生地养 可还真没怕过什么 接下来 就等着地魔老鬼的动静吧 那个老家伙 现在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想要灭了我迦南学院 凭他 哼 还没有这资格 苏谦缓缓的冷笑着 双眼之中翻腾着些许怒火 这些年 有着不少学生都是葬送在摩颜谷之手 对于这点 他老早就满心怒火 如今那摩颜谷还敢兴师动众的翻到头上来 还真以为他苏谦是你捏的吗 望着脸色阴寒的苏谦 大厅中也略有些寂静 肖炎和肖立对视了一眼 梅雨间也充斥着一片凝重 看来这次 真的是要面临一场艰难之战了 毕竟那地魔老鬼 至少也是一名六星乃至七星的斗宗强者 这般实力 说实在的 简直可以说是 肖炎这么多年之中遇到的最强者了 随着那一天的会议的结束 内院之中的防备明显陡然增加了不少 而且对于学员的出入 也是开始有了严格的限制 而随着这般大动静 内院的众多学员 也是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的气氛 有心想要询问 可瞧得那些脸色紧绷的长老后 皆赶忙的咽下嘴重的话 谁都能看得出 此刻的这些内院长老们 心情极为不好 若是在这个时候去触眉头 恐怕没什么好果子吃 当然 防御加强的 也还有嘉南学院的外院 乃至学校周边的地区 学院执法队也是清朝出动 在周边地区布置周密的防线 任何敢随意闯进黑角域的人 都将会直接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而在嘉南学院这般大动作下 即便是连黑角域的众多势力 也都有所惊动 一些消息灵通之辈 在联想到黑角域前段时间 刚刚发生不久的菩提话题前争夺大战 以及那摩颜谷最近的动静后 似乎也都明白了什么 当下 皆是有些恶然 那个许多年未曾出现的黑角域中的老妖怪 终于打算对嘉南学院出手了吗 摩颜谷和嘉南学院 皆算是黑角域之中传承颇久的老牌势力 若是这两个势力真的大打出手 对于黑角域来说 那无疑相当于一枚重磅炸弹 因此 一时间整个黑角域都传荡着此事 隐隐中有着风雨欲来的压迫之感 所有人都知道 也都想知道 同为传承许久的老牌势力 若是正面相碰的话 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当然 黑角域中的一些消息 灵通之辈自然是知道 嘉南学院的院长 是一名斗尊阶别的超级强者 原本若是这位重量级人物 在嘉南学院的话 恐怕再给摩颜谷几个胆 他也不敢如此的兴师动众 但是可惜啊 嘉南学院的那位神秘的院长大人 已经消失了不知道座二年了 谁知道此刻的他是生还是死呢 而失去了这班重量级强者 镇守嘉南学院 谁能承受得住 那位摩颜谷的创始人 地魔老鬼的生威呢 在外界因为嘉南学院的动静 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消炎等人倒是颇为安宁的 待在内院之中 虽说他们也知道 那地魔老鬼是一个极为棘手的存在 可所谓水来土掩 冰来降到 在经过初始的一点担忧之后 消炎倒是放开了许多 即便那地魔老鬼的实力真的是放眼嘉南学院 也无人匹敌 可他真想要轻松的踏平嘉南学院 怕也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 六星或者七星的斗宗强者固然可怕 可消炎也并非完全没有抵御之力 真要惹火了 拼得将三种一伙尽数融合 也要让那地魔老鬼啊 吃不了兜着走 而抱着这般心态 消炎这几天倒也并未出现什么担心和忧虑 他偶尔去盘门走走 当着众多盘门炼药师的面 动手炼制丹药略微提点一下 在博的满堂喝采之时 也是令得他在盘门成员心中的地位 从当初的神秘不可触及 变得亲近了不少 而偶有空闲时 便在内院的药材库 或者修炼室中待上一会儿 而在消炎那般稳定的心境下 修炼效果倒是颇为不错 几次修炼都是隐隐间有种晋级的感觉 看来只要给他一个契机 突破到五星斗黄 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 至于给天分练气塔补充心炎的事情 倒是向后推迟了一段时间 如今大战在即 保持巅峰状态是最重要的 而此刻若是动手的话 必然会令得消炎出现不小的损耗 这对即将来到的大战 可不算什么好事 宽敞了广场上 人头耸动 在广场之中 几道身形矫健的身影 如灵猴般的闪掠 雄浑的斗气相撞 每一次都会带起周围 一道道斯生力竭的喝彩之声 消炎坐在一处高席上 在他身边 小一仙和紫炎几个人也坐在其上 下方广场上的鄙视并非是内院举办 而是由学员自发而成 而他因为最近在内院露面不少 因此也就被请过来当旁观席观看 对此啊 消炎倒是没什么排斥的 反而有着一点点小兴趣 与人打了不少擂台赛 倒也是第一次坐在裁判旗上 所以倒并没有拒绝 这些学员们的一片赤诚邀请 手中捧着茶杯 消炎斜靠着椅子 微笑地望着场中的激战 片刻后带着一名学员胜出了 他方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然而刚欲宣布胜利者时 脸色却是陡然一变 他旋即猛然抬头 视线死死地望着东面的方向 那里突然间出现了一大批 极为强横的气息 那里还有着一道 令人隐隐间有些心计的可怕气息 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他们来了 一旁的小衣仙 脸颊上浮现一抹凝重之色 缓缓地说道 好了朋友们 与之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第661回